欢迎收听新视角听新闻 我是清雨 7月1日是中共所谓的建党100周年 中国各地早已经贴出各种宣传标语 为建党百年的宣传肇事 各地与中共党史相关的场馆近期也陆续开放 中共的宣传还延伸到了海外 6月2日 中共新华社发布了两期宣传 中共建党百年的全球连线节目 邀请澳大利亚共产党主席维尼莫尼娜 和该党总书记安德鲁欧文参加节目 谈中共建党百年 两人宣称中共建党100年来取得巨大成就 为世界树立了成功榜样 中共是因为发展成功才蒙受攻击 对此自由亚洲电台11日报道说 两名澳大利亚共产党的言论不但未获得认同 更是在澳大利亚主流媒体上激起波浪 召网友们集体嘲讽 悉尼科技大学政治学者冯崇义表示 澳共在整个澳大利亚都没有影响力 但他跟中共建立很密切的联系 中共有可能给他们赞助 去收买他们 唱阳赞歌给党听 冯崇义说 但是在澳大利亚没有任何人把他当跟冲 中共拿回去做内宣 宣称他们又得到国外政要的支持 去忽悠国内的民众 这种出口转内销的操作是一种欺骗中国民众的行为 陈担任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一等秘书 政治事务领事的陈用龄也透露 他在中使馆工作期间 澳共一直向中使馆邮寄党内宣传资料 使馆也会以小额资助回馈 但因澳共在政治上不具影响力 未被中方纳入渗透目标 对于此次澳共领导人的表现 陈用龄表示 无非成为中共党庆宣传棋子而已 现在是中共建党百连马 有很多是做为中共政党外交活动来做的 中共花了很多钱 请这些人宣传共产党的所谓伟大成就 同时向国际推广中共模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陈用龄说 中共利用西方澳共鬼老面孔来做广播员 替中共说话 就更有说服力 就跟华为公司聘请西方当地人当发言人一样 国际左派 共产党都把中共当成功的例子 但他们不清楚 中国经济成就是建立在污染和文化灭绝的基础上的 他提醒澳大利亚政府应当引用外国影响力透明度法案 调查澳共是否收受金钱为中共背书 如果澳共从中国拿到经费方面的东西 他必须登记注册 如果查到账目方面的问题 澳大利亚就可以制裁他 中共新华社宣传中共百年的全球连线节目 出境的外国政客还包括 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塞 伊拉克民族团结党创始人 前临时总理阿拉维 白俄罗斯共产党中第一书记索科尔 白俄罗斯体育与旅游部长科瓦利丘克等人 谭德塞被网友们嘲讽为北京犬 2019年中共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后 谭德塞与中共勾结 频频谎报疫情 直至酿成一场世纪大瘟疫 美国前总统川普多次批评世卫组织是中共傀儡 川普也曾在推特上发公开信给谭德塞 隶述他与中共串通 隐瞒疫情 欺骗世界 以致给全球造成巨大的损失等罪证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谴责谭德塞 帮助中共掩盖疫情 并称世卫组织是中共的同谋 他说 谭德塞与习近平串通 在关键时刻隐瞒人传人的资讯 武汉病毒研究所仍然是最有可能的病毒来源 本次的新视角听新闻就到这里 请记得订阅、点赞 本节目月语版部分内容 已加入大纪元的Patreon 也请大家多多支持 本节目的不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启点赞 订阅 转发 启点赞 订阅 转发